主席 今天本席 这个会期担任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招委 我非常的肯定 朝野各党的委员 在讨论十二年国教 讨论高级中的教育法 讨论专科学校法 大家都用了非常大的一个力气 非常的认真 大家都有所主张 有所坚持 也不轻易妥协 大家朝野各党 每个委员都关心 我们二十多万的一个学生的教育 所以我想说 我们应该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一个立场 站在一个全民的一个视野 来讨论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 高级中等教育法 跟专科学校法 所以 本席也非常的肯定 我们朝野各党 刚才都已经通过了 我们高级中等教育法 也非常的肯定 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会的委员 不分你是朝野各党 大家都对学生的教育 应该有一个良好优质的教育呢 都非常认真的审查每一个法案 本席是表示肯定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不批评 我们朝野 在野党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都非常的认真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局面 大家都是心心念念 都是为了我们国中毕业 要升学到高中高职 甚至于五专 他们应该有一个良好优质的一个教育的环境 那这个专科学校法第35条修正案 我们国民党团的动议 是配合12年国教 就是专科学校五年制 前三年学生 他符合一定的条件 他可以免纳学费 我们是配合高级中等教育法的修正 我们也修正了专科学校法 我们是希望 我们五专的前三年 比照高职 12年国教 他专一生全面免学费 然后我们来逐年 来把它落实 来实施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希望目前我们全国四十多所技职宴校 大概四成是升高职 六成是升一般的普通高中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好的政策 也落实到技职教育体系 希望让我们的学生都能够适性选途这个职业学校 让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专业 业界所需的实作的人才 培养我们学生 有一个一定的技能 像五年制的一个养成教育 所以在这里恳请我 下班 стар道 祝伞 一高 虚 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